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黑熊 我在泰国已经生活11年了 这次要跟大家分享诺博环城会这个建案 诺博环城会呢 它位于曼谷都心区北侧环城县 MRT蓝县地铁拉袍站 以及未来即将建成的MRT黄县轻轨拉乔达站的交汇处 从地铁拉袍站出站步行约150米 从轻轨拉乔达站更进了步行约50公尺就可以抵达 交通非常便利 未来的发展性非常的大 这个项目是泰国十大上市开发商 Noble和泰国天铁BDS最新合作的新项目 预计2023年完工 那环城会呢 总共有34楼 其中1到5楼是停车场 6楼是公共设施 它有一个25名的标准游泳池 有健身房 有洗衣间 那其中有比较新概念的 像是有Core Walking Space 图书室 以及Core Salon 还有Core Kitchen 它的顶楼呢 有个空中花园 还有个BBQ Corner 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你家烤肉 它在每一层呢 总共有20户 至于每一户的户型是怎么样 黑熊现在就带你去看一看 好 现在黑熊要来带大家看看 诺博环城会的经典户型 这个户型呢 跟入门户型一样都是一防一堤 同样是适合单身贵族 情侣以及小夫妻 但是呢 这个空间又比入门户型更大一些 你看黑熊1米83 有没有感觉到很宽敞 没有压迫感 你在一进门的地方 你会看到一个柜子 这个柜子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设计 它上方呢 是置物柜 收纳非常方便 下方是一个鞋柜的设计 也非常便利 好 接下来 我们来体验一下它客厅的部分 啊 这个沙发做起来好舒服 像这边的沙发啊 前面的电视机柜啊 以及桌子 床等等 都是你在购买的时候 它附在家具包一并给你的 其实它这边强调就是Ready to move in 你在交屋的时候呢 就有这些基本的家具 你就能够搬进来住 是不是很方便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厨房的部分 我现在在厨房 这边有个用餐区 这个户型有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就是这个拉门 当你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拉门拉起来 可以有效隔绝煮饭时所产生的噪音以及油烟 接下来来带大家一探究竟这个厨房有什么奥秘 厨房呢 它是把炉具以及琉璃台做个分隔的设计 这样子呢 你在煮饭的时候有更多的空间可以使用 它两边它都有设计许多机能柜 如果说你有很多锅碗瓢本或是杂物收纳都非常的方便 绝对够你使用 然后接下来的炉具这边呢 它有附赠一个双口炉 以及一个隐藏式吹油烟机 非常有质感 那如果说你自己要添购一些微波炉和烤箱 你可以直接放它下面 都是隐藏式的设计 我们看完的厨房 接下来看一下阳台 每个诺博环城会的户型呢 它的共同特色就是都有个阳台 确保说你的采光良好 空气流通 在阳台上都有附上电源以及拍水系统 所以洗衣机呢 你可以放在这边 洗衣服塞衣服 如果你想要种一些植栽也是非常的适合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卧室 我现在在卧室 首先先来带大家看看卫浴间 这个卫浴间呢 它是做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 有两个设计我非常喜欢 第一个是在淋浴间旁边的这个置物架 上面的这个置物架 你可以放盥洗用品以及毛巾 下方的区域呢 你可以放一些清洁用品 第二个设计黑熊非常喜欢 就是这个洗脸盆下方的置物柜 在这个置物柜呢 你也可以放一些盥洗用品 我觉得是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就像酒店饭店一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独立的穿衣梳妆间 这边有一个全身的穿衣镜 里面呢是一个衣柜 也是空间的有效利用 然后在衣柜的旁边呢 有一个置物架 像是女生你有包包啊 或是一些书本 私人物品 你可以在这边陈列摆设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卧室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旧景的地方 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 双人床 这个冷气 甚至是外面客厅的冷气 都是在Ready to moving的家具包里面 也就是说在你在交屋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轻松的入住 每间卧室的旁边呢 都有窗户 所以确保说通风以及采光良好 在这个卧室啊 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就是在床的对面有一个电源插座 未来你要再加构电视的话 也非常方便 插上去就可以使用 不用另外再拉延长线 以上就是诺博环城会经典户型的介绍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是有兴趣 欢迎跟你的渠道经理做联系 未来就会聊聊 什么 未来走 programmed 也感觉过来